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第八课我要教十二个大调的调名 十二个大调的调名 与副拍子的正规节奏 我先把下边这个擦了 跟我来 各位啊 我要教大调的调名啊 我要用五线谱为主 我要用五线谱为主 跟我看 我要用简谱帮着我 帮着听 来 一点也不难 一点也不难 画一个高音谱号在这 出了这个高音谱号 我还要做一个事 来 键盘还记得吗 画一个键盘给自己吧 画一个键盘给自己吧 我快画 好 来 两个黑键 三个黑键 再两个黑键 对不对 我就画这么多就好了 来 你看 他的一名 个唱名还记得吗 一定要记熟了 来 你看高音谱号 当我们看到一个高音谱号 你发现他什么都 这里没有升也没有降 升 降 这个升记号降记号 本来我叫他变化音的记号 变化记号 他叫变化记号 现在我给他起个名字 他不叫变化音 我称他为调号 我称他为调号 因为用无线谱学最清楚 用简谱学很慢 用无线谱学清楚 跟着我来 不要怕 来 调号 当我这里写 若是你看到无线谱 他这里会写升 或者是写降 或者是一个两个三个 或者是写几个 这个写在这里的 这个写在这个无线谱 都称他为调号 称他为调号 换句话说 要借着他告诉我们 是什么调的 什么调 这个歌是什么调 当我们 当我们发现 也不写升 也不写降 他的刀在什么音呢 刀在西 这个就是西大调 这个刀在西 就是西大调 这个大你先不讲 没有关系 什么调 你讲西调 西调就是西大调 他不写升级号 也不写降级号 当他写一个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是西大调 他是西大调 西大调 刀就在西西大调 若是你看到一个 你看到一个 我写一下 把两条线出来 若是你看到 在这个无线谱上 写了一个升 升级号 写在哪里呢 写在第五线 你看到一个写在第五线 你看到一个升级号 它是什么调啊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你可以找啊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你可以找 升级号 升级号 从这里开始啊 下七 或者是上一 找 刀 找刀 你看到这个升级号 你就下七 从这个写的当中 这个空开始数啊 向下数七 或者是向上数一 向上数一也可以 下七也可以 向上数一一个 向上一个也可以 找刀 那个找到的那个地方 就是刀 来来 听得懂吗 来我只数给你看 看到一个升级号 写在这里 你找刀 为什么要找刀啊 刀是大调的主因 刀在西就是西调 刀在鸡就是鸡调 听得懂吗 还记得这是 C D E F G A B C 这个还记得吗 这个叫音名 对不对 C D E F G A B C 这个记得吗 再上去又是D了 又是E了 又是F了 又是G了 懂啊 懂啊 我们这个都教过了 对不对 要背起来啊 以前要弄熟啊 以前不熟 现在比较苦了 来 你看啊 一个升级号是什么调啊 我下七来找刀 找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刀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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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七 下七啊 从这个升的 一 一 二 本身就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刀在这里 这个音叫什么呢 这个叫鸡 刀在鸡 就是鸡调 刀在鸡 就是鸡调 这个是鸡调 像上数一 也可以 一 刀在这里 这个也是鸡 这个也是鸡 所以 这个是高的刀 这个是低的刀 刀在鸡 什么意思啊 在琴剑上就说 这个是刀 这个是刀 一个升级号 什么调啊 鸡调 刀就在鸡哦 上一堂课叫的 刀就在鸡 鸡调 很容易数 再来一个 你看啊 再来一个 若是你看到 两个升级号 两个升级号 两个升级号是什么调呢 向下数七 数哪一个 数数啊 右边的一个 数右边的那个 不要一个 数右边的那个 好了啊 数右边的那个 数我写成这样 好吧 来 数 右边的那个 左右总会吧 好 右边是哪一个 这个数 这个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刀在这儿 刀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下一间 还是下加一间 还记得吗 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 第四线 第五线 第一间 第二间 第三间 第四间 这个叫下一间 这个叫下一间 刀在下一线 刀在吸 就是吸掉 刀在积 就是积掉 现在两个升级号 两个升级号 刀在哪里啊 刀在低 这个是低调 两个升级号是低调 低调的刀在哪里啊 低调的刀在这里 低调的刀在这里 懂吗 再来啊 再来 再来 来 来 各位我记下来 跟着我写下来 跟着我写下来 小心别写错了地方啊 写错了地方就数错了 什么意思呢 你写在这里就不对了 写高了 不对了 写在这里也不对了 写低了 一定是写在这里 什么地方 中间这个地方在第三间 就在第三间 从中间这里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懂吗 懂吗 这什么调啊 跟我讲 两个升级号是什么调啊 两个升级号是 是低调 是低调 一个升 没有升没有降 是吸调 刀在吸 吸调 一个升是基调 基打调 要讲大 打调 两个升呢 是低大调 要加大 相不加 相不加没呗 低大调 再来一个 低大调 懂吗 记起来呀 来再来一个 一个升 两个升 三个升 什么调啊 好简单 照数嘛 一二一 来我写好一点来 在这里哦 不是从第五线数 是从上架一间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刀在哪里呀 刀在刀在 A 这个是A知道吗 C D E F G A 这是D 对吗 懂吗 这是A调 A调 A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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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升级号是A大调 两个升级号是什么调呢 向下数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向上数一 可以 来 这个也是D D也是D D大调 刀在D 刀也在D 懂吗 懂吗 来 好简单 有 来再来 再来 再来 来 写个高音符号 来 你看我写 一二三四 四个升级号是什么调啊 自己算算看 再来 一二三四五 五个升级号 五个升级号是什么调啊 算算看 自己算 自己算 会算吗 六个升级号是什么调啊 六个升级号 来 七个升级号是什么调 好 你这个算 你这个算 这个我要算给你看了 来 向上数一 还是向下数一 二三四五六七 刀在这里 F对不对 我告诉你 不是F 它前面有一个升 这个是升F 这个是升F调 为什么升那呢 升F调 前面有一个升 你先记得 这个是升F调 六个升 是升F调 再来 向上数一 刀在这里 向下数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刀在这里 这个音 不对不对 重来一遍 一二三四五六七 刀在这里 有吗 好像是C对不对 这个音叫C 是升C 前面有一个升C 叫升C调 这两个几乎不用了 这两个几乎不用了 以后再讲过来 来 现在我们数 这个数了没有 这个数好了没有 这个数好了没有 你看哈 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 刀在这里 刀在什么调啊 四个升是一调 四个升是一大调 提起来 五个升 上上数一 这个容易了 向下数七 来 一二三四五 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 刀在哪里了 这个叫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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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 C的下头 就是B了 C B A 对不对 懂吗 来 你看 B打掉 来 一个升 G打掉 两个升D 三个升A 打掉 四个升 E打掉 五个升 B打掉 六个升 是升F打掉 我以后再解释 升F打掉 因为你的老师说 F前面有一个升 F前面有一个升 F打掉 七个升 是升C打掉 这两个不太会用了 不会用了 记得这个 记起来就好 来 记起来吗 我告诉你 一个记的 好 我先把这两个插了 这个写好了 你看 现在有个大问题来了 我必须要把这个升级号写对地方 我写的不对 就错了 怎么写对地方 怎么写呢 你听我说 来 你听我说 我写的时候 升级号 我写升级号的排列 排列是什么意思 它该摆在哪里 它该写在哪里 我给你讲 升级号的排列是 Fa Do Sore La Lami C 跟我背起来 升级号的排列是 Fa Do Sore Lami C 什么意思 这个升级号第一个一定写在 Fa 这里是Fa 你记得吗 你看 来来来来 Do Re Mi Fa Sore La C Do 回到C调 基本调 Re Mi Fa Sore 对不对 Do Re Mi Fa Sore La Si Do Re Mi Fa Sore Do Re Mi Fa Sore 懂吗 听得懂吗 这个必须要熟练 不熟练就不记得 你看 我说升级号的排列 第一个升一定写在Fa 这个是Fa 第二个升呢 Fa Do Fa 第一个是Fa 第二个呢写在Do 第二个写在 第三个呢 Fa Do Sore 第三个写在 Sore 这个写在这里 你说这个也是Sore啊 我们习惯不写在这里 我们习惯不写在这里 我们习惯写在这里 Fa Do Sore Re呢 Fa Do Sore Re写在这里 Fa Do Sore Re写在这里 La呢 再爬上去 上面这个La 不 La写在这里 Fa Do Sore La Fa Fa Do Sore La Mi La Mi Si 他一定是这样排 排起来 1234567 这七个一定是按照 Fa Do Sore La Mi C来排 好 多写几遍 多写几遍 写了以后数数看 找什么调 找大调 升级好 找大调 懂吗 可以 可以背起来 跟我们念 Fa Do Sore La Mi C 记得 记得 可以 温习手 练习好 升级好 学着 吸好 来 听 好 我刚刚教了几个调啊 教了几个调 应该是 吸调一个 然后1234567 我教了八个调 对不对 教了八个调 这八个调是什么调呢 G调 一个升是G调 两个升是D调 三个升是A调 四个升是A调 五个升是B调 六个升 老师说是升F调 七个升 老师说是升C调 宋大叔说是 这是六个升啊 七个升 来 给我背一遍 我就再插调 我怕不会 给我背一遍 我再插调 来 给我背一遍 升级号的排列是 Fa Do So Re La Mi Si 再背一遍 升级号的排列是 Fa Do So Re La Mi Si 练习了没有 升级号的排列 来给我写 Fa Do So Re La Mi Si 再一遍 自己买 Pa Do Do So Re La Mi Si 你说宋大叔啊 我这样写什么 发这个也是发吗 都 稍微 拉 你 吸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但是人家不习惯 大家习惯 都这么写 我们就用发到 稍微拉你 写成这样 记好 这个对不对 也可以对了 但是大家都不这么写 不习惯 我年轻的时候 跑到好莱坞去 那个时候 保守多了 没有一个男生 是长头发的 我到了好莱坞 发现 从后面看长头发 而且戴一个耳环 那么大 我走走走走 我想这个一定是女生 我走到他前头来一看 嘿 长着胡子 一长胡子就不是女生 他这个男生 他留着个长头发 他戴着一个大耳环 乖乖的 不习惯 咱们到了非洲 就要戴一个 环在鼻孔上 这个麻烦 那不是跟牛一样吗 大家不这么样 大家都写在这儿 就写在这儿 一把一个环带在这儿 不对 人家不这么做 就跟着我这样写 背好 好了没有 好了来 再来还要交下去 哦 来 我再 我再讲 我把他插了 记好啊 记起来了 记起来了吗 记起来了 若是来不及记 再看一遍 记起来 来 我现在再讲 我曾经 我刚刚说 升记号 跟降记号 写在那个 写在那个音的前头 写在那个音的前头 叫做 变化音 变化记号 若是写在这个歌的开头呢 写在每一行的开头呢 就不叫变化记号了 这个要叫调号 叫调号 借着这个告诉我们 什么调的 这个叫调号 这两个叫调号 什么调 知道吗 来 来 我先写 来 一个将是什么调 一个将是什么调 你听啊 我很简单 很简单 一个将 下四 一个将哈 下四 或者是上五 找 刀 找刀 刀在什么音 就是什么调 刀 找刀 刀在哪里 下次找到 你看看来 我先数 从哪里数啊 从肚皮这里数 不从头数 要不从肚数 从肚皮数 肚皮在哪儿 就算在哪里 写的时候 小型肚皮在哪里 你看 他写着这个 骨的这个肚子在这儿 那么就要从第三线数 肚子在第三线 就要从第三线数 不是从上边数 也不是从下边数 从中间这个肚子地方 数几啊 下四 下四 一 一 二 三 四 刀在这里 刀在这里 这个是什么音啊 记得吗 来 来我再写出来 不该再写了 就该背起来了 C D E F G A B C 又D 又E 又F 又G 这个叫一名 对不对 一个降机号 什么调啊 跟我讲 刀在 F 这是 F 调 F 调 什么意思 F 调是什么意思 你听 刀在 F F 调 懂吗 刀在 F 调 听得懂吗 好简单 来 可以啊 来 来 若是有人说 两个降机号是什么调啊 好 两个降机号是什么调 你听 两个降机号 向下数四 数哪一个 数 又来了 右 方 的 一个 向右方的一个 又是一个 把那个一擦掉 又数右边的那个 向下数四 数右边的那个 记起来哦 数哪来 这个是右边 从肚子数 一二三四 刀在哪里啊 刀这个音叫在 B 对不对 哦 我不再写了 把它弄熟哦 有没有人说 宋大叔 我们早都熟了 你就把它擦了吧 我早就弄熟了 你叫我教多少 我就学多少 我早都学会了 我早都记清楚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说有 对不起 我是个小信的人 我这个人 你再原谅 不知道有的人没弄熟 谁没弄熟 赶快去弄熟 两个降级 不 你听啊 两个降级好 我也加一个 他前面有一个降 这个是降B调 降B调 哎 降B调跟B调有什么不一样啊 前面有一个降是降B调 B调了 你听 B调的都在B 降B调了 降B调的都在降B 不一样 就学两个降是降B调 都在这个降B 懂吗 好 来你听 有一句话要先记起来啊 先 先不问为什么 先用信心接受 宋大叔说 两个以上的降 两个 我写啊 两个 我把这个擦了好不好 姿态做 来 宋大叔说 两个以上的降 降又叫什么 又叫降级好 这个叫降级好 两个以上的降 都是 都是 降 降 降 这个降就是这个 都是降什么 都是降什么 大调 都是两个以上的降 都是降什么大调 听得懂吗 两个以上的降 都是降什么大调 一个降是F调 两个降呢 两个以上的 就属于了 看到两个降 B调吗 这个是B吗 宋大叔说 两个以上的降 都是降什么大调 B大调 就是降比大调 降比大调是刀在降B 懂吗 来再来 三个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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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右边的一个 一二三四 刀在这里 刀在这里 什么调 好像是一调 对不对 不 两个以上的降 都是降什么调 是降一大调 降一大调 刀在哪里呢 刀不在一 刀在降一 刀在这里 刀在这里 再来 四个降呢 二三四个降 四个降 数哪一个 数右边的那个 来 右边的那个 一二三四 刀在这里 什么调啊 这个是A 对不对 C D E F G 你怎么又不找我数呢 来不及在哪里数 这个叫A 什么调 降A大调 降A大调是哪一个音呢 哪一个 哪一个 你看 这一个嘛 刀在这里 这个是A 这是降A 降A大调 降A大调 可不可以叫生机大调 这个也叫生机嘛 以后再说 你就记得 这个叫降A大调 来 再来 再来 来 一二三四五 五个降是什么调 照数 一二三四 刀在这里 刀在这里 哦 有一个事我要说 下次上五也可以 上五也可以 你看 一二三四五 刀也在这里 样 下次 上五也可以 听得懂吗 上五也可以 下四上五 来 你看这个 还能够数算 一二三四 下次 一二三四五 刀也在这里 这个是一 这个也一 降 降一 前面有个降 降一掉 懂吗 一次类推 来 来 再来 一二三四五 五个降什么叫 一二三四 刀在这里 一二三四五 这个叫低 对不对 这个不叫低 这个叫降低大调 两个以上的降 都是降什么的 降低大调是说 刀在这里 在降低 刀在降低 听得懂吗 懂吗 来 六个 一二三四五 六 六个 来 什么调 一二三四 刀在这里 刀在这里 什么调 这是G 降低大调 一二三四五 刀也在这里 这个也是G CDEFG 这个也是G 这个也是G 降低 降低大调 听得懂吗 降低大调 好 降低大调 可以啊 来 再来一个 最后一个 一二三四 五六七 好几咯 来 什么调啊 什么调啊 来 一二三四 刀在这里 一二三四 刀也在 一二三四 刀也在这里 这个叫什么调 降西大调 降西大调 西 降西大调 不就是B大调了吗 西 降 诶 懂吗 西 降西 这里没有黑剑 不是叫 懂吗 来 可以 来 同样的问题来了 这个降低号写在哪里 变得很重要了 写错了地方就数错了 对不对 写在哪里呢 你听 它有一定的方法 这个一定的方法是怎么写的 你看啊 我写来 我写降低号的排列 记起来啊 我写降低号的排列 它怎么排列 它有个一定的次序 它是西米拉瑞萨道法 升级号还记得吗 升级号是 发道萨瑞拉米西 升级号啊 升级号是 发道萨瑞拉米西 降低号是 西米拉瑞萨道法 什么意思 你看 第一个 还是写在这里 来 写这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Re Mi Fa So 写出这两个 第一个降写在哪里 第一个降一定写在西 第一个降写在西 第二个降呢 第二个降写在米 西米 西米拉 第三个降写在拉 西米拉 西米拉 第四个降呢 西米拉瑞 第四个降写在瑞 西米拉瑞 对不对 第五个降西米拉瑞So 第五个降写在So 第六个降呢 西米拉瑞So Do 写在Do 懂吗 第七个降呢 西米拉瑞So Do Fa 写在Fa 写在这里 懂了 好 降低号的排列 他必须写得对 才数得对 他怎么排呢 降低号是西米拉瑞So Do Fa 升级号是Fa Do Sori 拉米西 懂吗 懂吗 来 可以 可以 好 来 通通记起来 通通记起来 来来 你说一共有几个调啊 现在先不说 我这里说有十二个大调 那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十二个大调 哎 让我卖个关子 你先把这个练会 你想把这个降级号练会 把升级号排列 写会 写得熟练熟练的 算出什么调 什么调来 练习 再练习 练习的时候不要偷看 不要偷看笔记 练好了以后 看看自己写的 跟老师讲的一样不样 希望你会 一步一步的跟我来 你就会了 一点都不难 我们前面的时间 把升级号所表示的大调 给降级号所表示的大调都说完了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因为呀 我们说有十二个大调 有十二个调 这十二个调各有自己的名字 我们现在要说说看 从头一遍 来 请跟我说 升级号的排列 发 到 稍微 拉米西 升级号 第一个写在发 发 什么调啊 什么调 来 基调 一二三四五六七 基调 一个升级号 基打调 两个升跟我说 发 抖 我这样写 节省一点空间 发 抖 基打调 两个升呢 发抖 发抖 两个升是什么呢 是D打调 对不对 发 跟我说 发 抖 收 三个升级号呢 三个升级号是A打调 懂啊 看得懂吧 各位 看得懂吧 各位看得懂吗 发 抖 收 A打调 Re 发 抖 收 Re 什么调啊 发 收 Re E打调 E打调 发 跟我说 发 抖 收 Re 拉 什么调啊 上E B打调 然后 跟我说 发 Do Sore 拉 咪 什么调啊 我们说它是 深F打调 深F打调 再来 跟我说 发 就请跟我说 发 Do Sore 拉 咪 C 什么调啊 我们说过 我们说过 深C 大调 一个声 两个声 三个声 四个声 五个声 六个声 七个声 分别表示 七个调 这七个调 我现在用夸号 把最后 这两个夸起来 深F打调 给深C打调 我夸起来 来 还剩下一 二三 四五 等一下 说 等一下 我再说 为什么我要夸起来 来 C打调 一个声 一个声 是G打调 来 在肩盘上看一看 两个声 D打调 三个声 A打调 四个声 E打调 五个声 B打调 五个声 六个声 是深F打调 六个声 七个声 是深C打调 可以 是深C打调 可以啊 来 现在再看 现在再看下来 还记得 降级号的排列吗 给我背 降级号的排列是什么 C 米 拉 瑞 A S S Do F 刚好反过来 C 什么调啊 数四 F打调 来 为了节省起见 我要这样写 两个降 C 米 米 C米 两个降 什么调啊 降比打调 降比打调 来 F打调 来我写 F打调 一个降哦 我这个写一个声 两个声 三个声 四个声 五个声 好 好了 然后一个降记号 是F打调 两个降呢 两个降 降比打调 对不对 降比打调 在这里 降比打调 三个降呢 C米 拉 哎 想想数四 什么调啊 降一打调 降一打调 四个降 降一打调 降一打调 四个降 降一打调 C米 拉 瑞 什么调啊 降一打调 对不对 降一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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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跟我说啊 说多了就会了 C米 拉 瑞 搜 什么调啊 降地打调 降地打调 我写降地打调 有 降地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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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米 拉 瑞 搜 斗 什么调啊 什么调 降地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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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米 拉 瑞 搜 斗 法 什么调啊 都在这里 降西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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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个 降西打调 这个就是降西打调了 降西打调 可以 那一共有几个调 这里有七个调 1234567 这里有1234567 十四个调 对不对 还加上一个基本调 基本调是什么呢 基本调就是西打调 基本调 西打调 这是基本调啊 看起来好像十五个调 看起来好像十五个调 说个笑话给你听 有一个学生 说 老师说都学会了没有 几个升什么调 几个降什么调 会不会数 他说会 降级好像下数四 升级好像下数七 我都会了 他问这个什么调啊 他说我 我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也没有升 也没有降 你叫我怎么数 听得懂吗 这不会笑的笑话 没有升没有降西打调 记得 一共几个调 好像一共十五个调 哪里有十五个调 一共只有几个音呢 你看 1234567890 1112 只有12个音呢 只有12个音 怎么会有这么多调呢 哎呀 有的调不用 这个降西打调不用 不用降西打调 降西打调 这个不用 在理论上成立 但是实在是不要用 还有 升西打调呢 也不用 不用升西打调 不用升西打调 说升西打调 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用五个降 我们用五个降 升西打调 我对不起 我们用五个降级号 是降低打调 我们不用升西打调 我们用降低打调 哎呀 来了 嘉南施玄 嘉南施玄 这个里边有的歌 一等于升西 一等于升西 我跟你讲啊 这个是闹了一个不太像笑话的笑话 不对 不用这个调 会不会用这个调 升西打调 用什么调呢 用五个降级号 用降低调 用降低调 所以这个要用降低调 那好了 同样的问题来了 会不会用升低调 不用升低调 如果说我这个歌是升低调 一等于升低 那笑话更大了 根本不用升低调 只用降低调 只用降低调 来 再来 好 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升F调啊 几个升 六个升 对不对 二三四五六 六个升 对不对 六个升级号是什么调呢 六个升级号是升F调 但是你听哈 我们不太会用六个升 这两个调好像都成立 这两个调 六个降呢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降是降低调 降低调 就是升F调 这两个是一个 这两个是一个 升C调不用 一个 好 15个扣调两个了 再来 再来 B调用B调 用B调 不用降C调 不用了 听得懂吗 没有降C调 来 现在还剩下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个 十二个 只有十二个调 来 这十二个调怎么说呢 这个要改了 五个降 五个降 降低调 来 你看 好 请给我记这样 请你这样记 来 白剑 白剑 C D E F G A B 黑剑是什么呢 黑剑 黑剑 刀 两个降 是降低调 三个降 是降低调 四个降呢 四个降是降低调 五个降呢 五个降是降低调 六个降呢 六个降是降低调 你就说 你就说 大调 C大调 G大调 D大调 A大调 E大调 B大调 除了一个降是F大调之外 这个都是用生记号表示的 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所有的大调 都是讲降B大调 降A大调 降G大调 或许还有人讲升F大调的 降G大调 降一大调 降低大调 这是12个调 请用这12个名字 降什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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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剑 大调 都是降什么调 不讲升 没有讲升级调的 哎呀 我这个歌是升级大调 笑话 弄错了 不对了 不对了 不对 没有升级大调 只用什么 只用降A大调 为什么呢 那升级大调 能不能成立了 你看啊 这里 没有升级调 1234 四个降级号 不是升A 不是升级 这个音不是升级 这个在谱上这个音 就是降A 在谱上这个音 就是降A 它不是升级 升级是哪一个呢 这个才叫升级 对不对 升级就是降A吗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讲升级 我们只讲降A 降A大调 不可以讲升级大调 整向 这个什么调呢 五个降 12345 五个降 什么调呢 我们只讲 我们只讲降低大调 没有升级大调 不用了 升级大调 听得懂吗 所以在五线谱上 这个表示的清楚 在简谱 我们就不懂了 所以用五线谱好 这是一个学着用五线谱 再来 我再说一个事 我再说一个事 好 你看 来 听得懂 有几个大调啊 有12个大调 这12个大调 有12个名字 记得把它记熟 其实这12个大调 也不是都用 很少用B大调的 五个升 很少用的 很少用 那个五个降 也不是多用 六个降 少用 你说我用六个降 以后用降机调 成立是成立 很少用 所以少用 听得懂吗 来 记得12个调 12个名字 在琴上表示的很清楚 在五线谱上 就把这个名字表示的很清楚了 学五线谱 把它记熟 记得收手的 默写几遍 练习几遍 这是个懂啊 学着用五线谱 远神祝福你 停在这 下边这个段落 我要给各位 我要把这个12个大调的调名擦了 我们谈过了 现在要讲拍子的 副拍子的正规节奏 什么是正规节奏呢 强音落在强拍 我们看单拍子 我们就知道 第一拍强 那个强的音落在强拍 那个强拍一定比较长 比较大 比较长 要要分开来半拍半拍 是后边的 那个第一拍一定比他长 还是比他强 那个叫正规节奏 什么叫正规节奏呢 强音落在强拍 哪一拍强 第一拍强 正规节奏就是强音 什么叫做正规节奏啊 就是强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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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音我们用这个表达 强音落在 落在 强拍 强音落在强拍 哪个是强拍呢 强拍就是第一拍 第一拍 强音落在强拍 第一拍 第一拍强 强音落在强拍 正规节奏是强音落在强拍 强拍 强拍子的正规节奏 我们现在讲 好 我把这个擦了 这个黑板下了 什么叫正规节奏 强音落在强拍 强拍就是第一拍 哎呀 写下来没有 记下来没有 擦掉了 因为我要用这个地方 来擦掉了 擦掉了 来 强音落在强拍 强拍子的正规节奏 什么是强拍子 哦 我们知道了 这个是负二拍 这个是负三拍 这是负三拍 负拍子的三拍 一小节有三拍 这样的 这样的八分之六 四分之六 这个叫负二拍 什么是负二拍 一小节有两拍 我们再温习一下 八分之六是什么意思 负点四分音 负当一拍 每小节有两拍 四分之六呢 负点二分音 负当一拍 每小节有两拍 一小节就是两拍 来 来 来 四分之九呢 请跟我说 负点二分音 负当一拍 每小节有三拍 八分之九呢 负点四分音 负当一拍 每小节有三拍 来 我现在讲 来 我现在要讲 负拍子的正规节奏 我先讲 负二拍 什么是负二拍呢 负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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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我先讲负拍子的二拍 我就写负二拍 好不好 我就写负二拍 负二拍 写这个二好了 负二拍 负二拍 也就是负拍子的二拍 这个拍子大概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多 来 这个都是负二拍 来 我把这个擦了 我用这个来表示负二拍 负二拍是怎么样呢 几分音负当一拍啊 负点 负点四分音负当一拍 每小节有两拍 来了 哪一拍强 哪一拍弱 你听 负二拍 我就写 负 假设 假设 这是八分之六 对不对 八六 两拍 这两拍是强 弱 第一拍强 第二拍弱 若是分开来呢 是 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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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强弱弱 强弱弱 次强弱弱 听得懂吗 这个负二拍当他是两拍两个大拍的时候是强弱 这一大拍都会分成三小拍对不对 负拍子是什么 负拍子是一大拍中包含三小拍这个三小拍是强弱弱次强弱弱弱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说你不要以为这个比这个强弱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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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 可以 这是他的正规节奏 那我们看这里有一个歌 这个歌是 赞美诗选的 七百四十一首 刀等于降低 刀等于降低 我就写降低大调 我就写降低大调 降低大调是几个降 是五个降 降低大调是五个降 什么拍 几分一副当一拍 不是八分一副当一 副点四分一副当 这个当一拍 这个当三分之二拍 这个当三分之一拍 八分一副 本来以为当一拍的 只当三分之一拍 这个当三分之一拍 所以这是强 这是次强 这是弱 这是强 这是弱 我再说 这个弱是弱 并不比这个弱 OK 来 强 强 次强 弱 弱 休止弱 休息三分之一拍 这是一拍 这是 这是三分之二 给三分之一 哎呀 画得不太好 来 三分之二算 来 一拍 一拍 一次略推 再加三分之二 休息三分之一拍 来了 你看 好 我的强弱是 So 起个音 不用看琴 就起个音 So Do Do Re Mi Fa So So 你看 So La So So Mi So Fa Fa Mi Fa 可以吗 再来一遍 So 我还是打拍子 我来打 来 So La So So 现在有一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在这里 我一拍分生三分 若是你分不平均的话 我们本来不是讲 他他他他他他 一二三 一二三 若是你分不太平均的话 可以偷偷的做一个 是 偷偷的 不要让人家知道 我这一拍就变成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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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好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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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来呀 你看 若是我不会打这个拍子 So La So 那我偷偷的做一个事啊 我做一个什么事啊 So La So La So 这个做三分之二 这个是 La So So Me 我就变成这样打了 可以 So La So La So So Me So Fa Fa M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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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回答了 若是不太会就练起做这个 来你看我来 我来 你有没有注意 一二三 一二三 偷偷的做 有些事不让给他知道 来脚跟我来 来脚跟我打 我的强弱 有没有注意到 再一遍 请去练习 请去练习 可以吗 来 副拍子的二拍是强弱 它的正规节奏是强弱 你唱的时候 按照正规节奏唱 可以吗 好 停一停 各位现在又来了一个歌 这个歌是在赛美诗选的744首 一等于低 好 我们写低大调 来低大调 来 我现在 我把这个歌 我把它换一换拍子 你看我写证是这样的八分之九 八分之九 懂啊 好 什么意思呢 负点四分音符当一拍 每小节有三拍 一拍两拍三拍 可以 我唱 来 我几个音吧 低大调来几个音 不用拍 镜头不用跟我 那个 我唱 这个歌叫做负二拍 这个叫负三拍 这个叫负三拍 负拍子的三拍 这是八分之九的 八分之九 这八分之九是什么 它是强弱弱强弱弱 三拍嘛 三拍就是强弱弱 它是强弱弱 强弱弱 若是它一分呢 这个就更弱 强弱弱弱弱弱弱 这个更弱 可以吗 三拍是强弱弱 哦 一样 来 等一下我说一个问题 你请听 听我唱 DOMISO SO 哇 是重新起 DOMISO 来一位 DOMISO SO SO LASHIDO SO MI DOMISO SO MI MI FA MI RE 我们解释过了 这个是两拍 来 再来 DOMISO SO SO MI FA MI RE DOMISO SO SO LASHIDO SO MI SO FA MI RE DOMISO SO 好 提醒一个问题 有没有把众音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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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众音抓到 听得懂 各位呀 我要说一个事 我要改一改 我要改成什么呢 你看我怎么改 我把这一行改一改 来 有一个拍子 叫做相通拍 相通拍是什么呢 这样看来 你看 本来我写八六 八分之九 我写八分之九 是这样的 你看我写四分之三 当我写四分之三 变成三连音 三个当一拍 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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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一拍 这个结果一样 这两个结果一样 我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那个作曲的人 会用单拍子写 单拍子写 加上三连音 跟副拍子写 跟副拍子写 这个就是副拍子 这是单拍子 这两个结果一样 当你看到这个歌 七百四十四首 不要疑惑 这个拍子 我改成这个的原因 懂吗 这个叫相通拍 相通拍 好 就说到这 这个叫相通拍 就说到这里 好 请去练习 请找副拍子 加上强弱去练习 好 停在这 说到这里 再来 这一拍子写 就说到这里 是 这一拍子写 这一拍子写 就说到这里 这一拍子写 是 这一拍子写 这一拍子写